這個其實我們今年的主軸 大概就是美國的三大攻堅戰 那三大攻堅戰 第一個是大稅改 第二個是大基建 第三個就是貿易戰 那貿易戰的牽頭部隊就是美元 美元的這個匯率的走貶 那美元匯率走貶 我們現在看一下美元指數 其實我們之前有談過這個美元指數 為什麼昨天川普要講話 因為已經來到了這個波段的短波跌幅滿足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畫這個 整個短波的 因為我們過去提到說美元指數 它大概是七年到八年一個循環 那如果它未來要 這個假設這一波是走貶 七年到八年的話 它短線跌那麼快 那到底跌到什麼地方 所以這個有時候要踩個煞車 那踩煞車如果用這個技術面來看 其實大概一波一波一波 我們上次講大概88.1左右 那其實已經很接近 所以這個位置有可能進入整理 換句話講 這彭總裁不用太擔心 應該可以拖到這個卸任為止 那這個美元的部分 除了對貿易有利 因為它等於是所有的美國商品 都打折以外 它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可以防止美國的房地產泡沫 太快破滅 就算它有這個泡沫破滅的問題 其實回頭來想一下這個日本的房地產 日本房地產從這個1985年那時候廣場 這個廣場協議 強迫日元升值 結果過了五年六年七年 日本房地產就破滅了 沒錯 所以要戳破房地產泡沫 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它升值 換句話講 你要延緩房地產泡沫破滅的話 就是讓它貶值 所以美元貶值有多重好處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 美國房地產目前確實是很火熱 如果以這個房地產的庫存的水位來看 其實一般來講 美國房地產庫存大概是接近六個月 但是這一次來看 到最近我們所公布的數據來看 大概只剩下三個月 那這三條線分別就是 有些是集合住宅 公寓的部分 那有些是獨棟 那這個是所有的平均 就是藍色這條線 那現在目前庫存水位在相對低檔 所以去化相當的良好 但是從房價的角度來看 其實早就已經突破了 這是二零零七年次大海嘯的高點 那這個位置的指數大概是一百 是兩千年的時候 目前的房價指數 已經來到接近兩百 這漲幅當然是還蠻高的 不過以它突破的位置來看 其實我們之前有提到 其實加拿大房地產更要小心 因為它漲得更多 那當然以這個報酬率來看 今年 應該說去年 去年整年度 美國房地產相關的這個指數 它的漲幅是遠遠超過標普500 那這當然是一個警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美國房地產的 這個指數的 房地建築商的一個指數 它的報酬率是接近75% 但是S&P500才漲不到兩成 其實S&P500已經漲得很恐怖 結果這個建築 房屋建築商的指數 標普500已經很邪惡 結果建築商指數更邪惡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兩個超級邪惡 一個是美國房地產的指數 一個是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今天又大漲 是 完全世界最邪惡就是香港 那美國房地產目前的這個 第一個是相關的一些指數 表現得非常好 另外目前是屬於低利率的環境 低利率的環境 當然如果一旦啟動升息循環 而且今年來看三次到四次 我想市場上都是這樣預估嘛 沒錯 而且美國就算升三次 四次不代表美元一定要升值 這是兩件事情 理論上來講是應該要升值 但是我們看到 結果就是完全沒有升值 因為它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那絕對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那另外來看的話 如果從這個房價來看 當然房價我們關心兩個 一個是房 房屋的價格 另外是房貸 那如果以美國的房貸 佔他家庭的收入比來看的話 是 這是從1977年以來 但最高的時候可能這個 這個可能因為房價跌太兇 所以房貸 房貸佔房屋的價格比 會衝到非常高 是 那最近來看 其實目前是一個低檔區 大概是接近這個13% 等於是我家庭的收入 大概有13%是拿來繳房貸 對 但是呢 如果說利率上升以後 假設我們舉例 30年的房貸用4% 上到5%的話 其實大概成本的 就房貸的這個貸款 大概會增加12% 所以就要講 假如我們一個月是繳 5萬塊台幣的話 對 那大概會繳到 5萬6千塊 這其實第一個 他會排擠到消費 沒錯 第二個部分呢 如果有些收入 沒那麼剛好的話 那其實會面臨到違約的問題 那另外如果說 我們用房價 在這個家庭收入的倍數來看的話 是 其實目前的倍數 大概是4.4倍 這個就過去來講 這個大概從1980年到目前為止 它是位置於一個高檔區 所以房價對美國來講 是相對已經來到比較高 不過如果說我們跟台灣 或是其他國家比 其實好像美國是還好 而且美國有非常多 我們目前看到它的這個 購買房屋的人口 其實蠻多是外國人 尤其像中國是連續三年 是外國人買超 買這個美國房屋的第一位 那外國人買美國房屋 第一個他單價比較高 大概估計他平均53到 53萬到54萬美元 那一般的這個美國居民 大概啦 大概是27到28萬美元 所以外國人買美國房子的 你成本比較高 他買比較貴的房子 不是比較高 就是他買比較貴的房子 那第二個部分 外國人去買美國房子的話 他大概 2016年大概是五成用現金 全部用現金 他完全沒貸款 去年的話大概是44% 全部用現金 非常有錢你知道嗎 所以說房地產要破滅 美國感覺比較撐得住 而且他匯率有走扁 不是說不會破滅 就是說他算是 相對來講比較有撐一點 對對對 那但是呢 明年還是會面臨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按照這個房地媒 就是房屋抵押貸款公司 他所預估的 比如30年期的美國的房貸 大概會從去年的4% 到今年4.4% 那另外銷售的這個房屋 還會成長 但是很妙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呢 他認為說房價的部分 明年的增幅會下降 變成4.9 然後總銷售金額 會從1.8兆降到1.65兆 這很妙 他的房屋的銷售會增加 但是總銷售金額會減少 這個是很特別 我們要繼續研究 那是怎麼樣 大家平均購買的價格 跌下來嗎 變成房價比較低 對這很妙 這個因為其實理論上來講 明年還會成長 但是成長的幅度是下降 增幅是下降 但怎麼會總銷金額 會掉那麼多 這個是很特別 我們在研究 那這是美國的部分 另外其實問題比較大 恐怕是在中國 中國房地產的泡沫 其實還蠻嚴重的 那有一個指標 就是說拿這個房地產的 市值佔GDP的比重 對 我們看一下最恐怖的是誰 就是灰色的這一條 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是香港 是 香港是來到這個 目前是來到這個位置 那粉紅色的是日本 日本當時在1990年 91年那時候泡沫破滅 就開始一路往下跌 那另外紅色的部分 就是中國 就是房地產的市值佔GDP比重 那已經超過大概3.5倍了 那美國大概是最低 就是最下面 所以中國的問題 其實是比較嚴重 不過中國目前 來講是有點這個房地產的緊縮 對沒錯 他們已經有在預防措施 已經出來了 對 那而且我們看到 最近這個以中國大陸的 房地產的價格來看 這是一線房地產 包括裡面呢 包括二線三線四線 那最上面這條藍色 就是一線房地產的 這個價格走勢 其實呢 在2016年就開始 它的增幅已經慢慢往下了 是 那當然中國人很特別 中國人特別喜歡買房子 那中國的房價 目前當然非常高 如果你租房子的話 大家就知道 這個去買是有點辛苦的啦 那中國泡沫最大 或房地產的負擔 其實也不是現在 那什麼時候 在過去 其實這個唐朝 就 房地產的負擔就非常貴 所以我們特別拿一下 這個唐朝的房地產政策來看 現在有沒有辦法 刻意去壓抑房價 那當然這個壓抑房價 我們叫控制房價好了 它有幾個措施嘛 那比如說的限購令 限購令也不是現在出來 唐朝就已經有了 房產稅 唐朝也有了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唐朝的限購令是什麼 他說 這個普通人口 普通人 如果是三口之家 就給一畝的宅基 那如果是賤民 他們有總主席 每五口是給一畝 那如果這個多佔 就是說你只能拿一畝 但是你多佔的話 一畝打十 就是打十個大阪 那個大阪很恐怖 跟我們現在知道的編型一樣 所以第一個它有限購令 對 那第二個呢 它是有一個規定 就是先擠清零買賣 就是說假如我要去 假設這個 我要去跟大K買房子 是 大K不能直接賣給我 你要先去問你的家族成員 鄰居 就是親零嘛 就親人跟鄰居 他們要不要買 如果他們要買 他們可以先買 他們有優先成購權就對了 所以不是隨便 我要跟你買 你就直接賣口言行 對 所以非常嚴格 那第三個有這個房產稅 那唐朝那個時候叫做兼價稅 就是房屋這個兩架為兼 那兩架就是等於類似它的支柱 是 就是兩個支柱之間 它是一個距離 那這個距離就磕稅 上房兩千 中房一千 下房五百 那就等於說兩架就有點像 我們一瓶一瓶的概念 就是一瓶多少 一瓶它是那時候房產稅 但是 他們的度量單位 這個磕稅的單位 對 叫做兼價 那你看就是這個 類似就是這個架購房子的這種距離 當作一個這個兼價稅 所以他們其實有科兼價稅 那也有這個限購令 然後呢 也有一個 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規定 但是唐朝房地產還是貴到離譜 那是中國人的特性 很喜歡買房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剛剛提到是這個美國的房價 有沒有可能過高 不過我們看一下中國的部分 因為在達波斯論壇裡面 我們之前有提醒過 這個劉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去達波斯他講了什麼 他說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目前還是在走去庫存的階段 而且是他們主要的經濟工作的路線之一 而且中國大陸希望用三年的時間 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代表中國大陸的房價 我們不能說他會大跌 但是至少未來三年 他們要走去庫存的情況之下 房價應該要繼續往上漲的機會 就不高了 但是呢 可是用慢慢修正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呢 這個中國的金融改革 這個研究院的院長 叫劉盛軍 他前陣子有篇文章也特別提到 他說大家在討論 2017年就去年中國大陸的GDP 不是6.9% 我們討論過 是由於市場預期 他說如果只去看內涵的話呢 其實靠的是房地產 那他也舉例 2015年的GDP 也是6.9% 但是當年的用電量增速呢 只有0.5% 用電量當然用在製造業 所以呢製造業沒有起來 還是靠的是房地產在支撐中國大陸的GDP 那他也提到了 去年1到10月 中國大陸房地產的投資增速呢 高達75% 7.5% 所以代表呢 不管是劉鶴或說劉盛軍 這個雙劉都認為呢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喔 目前呢對於經濟的貢獻太高了 所以有可能要做一些調控 這個Vincent幫大家觀察一下 我想今年他在一些政策的調控之下 其實這個所謂剛講 房地產的投資 他會繼續下降 大概所有的法人機構 大概都是這樣估 所以變成說現在有 不管是國內外 專業的一些機構估的話 他今年的GDP 就是因為這個房地產投資下降 大概會降到3%到5% 所以比那個7是差蠻多 所以大部分法人機構大概估 有估GDP 大陸是6.4的 有的6.5 有6.6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講說他到底有沒有控制住 其實我們看 其實我們如果對照 這個是15大城市熱點 我們看這個同比 就是說他12月的價格 真正這個價格指數有超過100% 就是比2016年的一樣12月 就差一年 事實上超過100的沒有幾個 那比較突出的 其實只有廣州是105.5 所以事實上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價格上 他已經有控制住了 對 從這張圖片看明顯 中國大陸的幾個大城市 上海 北京 天津 重慶的這個房價 我反過來講 就是你的需求還沒有被滿足 所以原則上如果中和來講的話 既然你需求還沒有被完全消化滿足的時候 基本上馬上就短時間 你要說他有泡沫會崩潰 我想這個機率還是算小 那如果我們看國內 因為國內來講的話 這個國內比較不一樣 我們最近是反而有上來 以價格 台灣的部分 對 價格微幅上來 那個交易量也有上來 熱絡 那我們看 這個是台經驗剛剛公佈的 景氣對策的曲線圖 我們來看 淺藍色的部分就是建築 那這個紅色的部分是這個服務業 然後這個深色的部分 深藍色這個部分是製造業 所以營建業跳得最快 那營建業的話 我們看這個落差跳得很快 一次從這個還不到100 馬上就 但是中間它是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的時間跳到104 所以很顯然 這個景氣確實是有上來的 那我們看 在融資 在土建融資的角度 就是說我們從廠商的角度來看 對 剛剛公佈的這數字 對 這個也是 它土建融資是創 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 那它的這個增幅 它12月份的增幅是 5.46百分點 所以整個金額 已經來到了1.7兆 所以很顯然 那廠商既然會敢這樣投入 我想一定是有它的原因 不會說在很低迷的時候 它這樣投入 所以確實是景氣有上來 那我們如果看 在消費者這一端 這是廠商嘛 那消費者這端 我們看這個融資餘額 也跑了 所謂的房貸餘額 也是跑得很快 這個上次我們有給 各位朋友看過 那它的這個年增率 現在是很穩定的 近期啊 最近幾年 大概都穩定在大概 4.2%到4.4% 但是絕對金額還是上來 那這會有什麼影響 就是說 基本上它的影響 當我們台灣正式進入 升息循環的時候 那這個對社會的壓力 就會比較大 因為它現在的總額 已經 這個總額已經來到6兆 6千4百多億了 那等於說你利率每上升一碼 它會影響多少額度 166億 這個等於說在未來 升息循環 166億要從民間的消費力 把它抽出來 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 未來升息循環會比較大 那我們講說 如果價格的部分 價格的部分倒是 這次台灣的復甦 應該講是量的復甦 價格並沒有特別變動 因為我們如果從這個6都 比如說 這是全國 那這是台北市 這個新北市 台北市 我們這樣一路看下來 看這個欄位 我們看這個指數 現在對照你往前面跳 就是2017的第三季 跟2016第三季比較 其實這個是微幅下跌 這邊全國是微幅下跌 然後我們看新北市 它也是微幅下跌 然後這個台北市 它也是微幅下跌 桃園市它也是 等於說你如果是看去年的季度 第二季跳到第三季 第一季跳到第三季 是微幅上升 但是你如果看一年 其實它還是下跌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量 等於說這樣對照的話 它只有一個量的復甦 所以確實是復甦 但是它還是量 價格並沒有變動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問題 這個就是說 才是影響我們房地產長線的 那個是什麼問題 就是人口結構的問題 是 各位來看這個 就是說我們來看台灣的 這個勞動人口 因為你一定是有工作有收入 你才敢去買那個房子 對 你才可以付房貸 我們看其實我們台灣的 這個勞動人口 我們是指15歲到64歲 以統計這個人口 事實上我們高峰 是在2015年就出現 對 是1736萬 大概這個左右 事實上從2015到2016 就開始往下掉 這個就有很嚴重的問題 就當你的勞動人口 一直在往下掉 這拐點出現的時候 那你就要是思考說 台灣的房地產後面 可能你要考慮 這個壓力會很大 OK 好 非常謝謝 謝謝